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美丽一字》 今天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一个虾字 龙虾的虾 虾字的国语注音是 西鸭虾 虾是一种属甲壳缸的节肢动物 全身分为头胸腹三个部分 头部有两对触须 一对长一对短 由于种类繁多 所以其大小形状色泽均不尽相同 有产于淡水中的 也有生长在海洋中的 最常见的有康虾 草虾 龙虾 斑结虾等等 味道都很鲜美 有一种 有一种和一般的虾类不同的虾 名字叫做虾菇 也是虾的一种 它的第二对角 要比草下来的大 提色淡黄维绿 产在海中 也可供食用 在废水当中煮熟之后 变成的是淡紫色 而不是红色 这是它和一般虾类所不同的地方 虾虾 除了指的是虾的处虾之外 也是古时候指的莲子的别名 古人用莲子的诗很多 如苏义简的 虾虾半卷天香散 马祖长的 翡翠虾续 炯不铜等等 虾仪 则是日本北海道的古代的名称 也指日本北方古代未开化的民族而言 至于虾兵蟹将 是比喻乌合之众 虾荒蟹乱 则指 兵灾的御兆 虾又可以念 蛤 国语诸音是 呵啊蛤 二生蛤 蛤蟆就是土蛙 是水路两栖的蛙类 这样子比蛙来得难看 它的背色是灰黑而长油 中医已知入药 至于谚语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则是指人不自量力的妄想而言 不过蛤蟆也可以写成 右边这样的蛤蟆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虾字的右边不是断字 而是假字 书写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支节目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